守护家園 守护家園 就算是下雨天 斗六市九安里居民 然而是高举白布条抗议 大家是坚持反对 新建瓦斯存放厂 因为距离社区太近 再加上附近还有边电所 就怕不小心发生意外 会造成严重事故 除了不希望社区内 有一个不定时炸弹 在地居民也提出质疑 要来新建瓦斯存放厂的 这片土地为特定农用地 变更使用条件并无瓦斯存放厂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查明合法性 特定农用地可以变成为 特定目的式的用地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这边是正面列举 非度是土地变更要点 执行要点里面的第八点 有列举的将近有 有30项正面列举 必须告诉大家是正面列举 但是没有瓦斯 雲林县消防局表示 业者为合法申请 并且有经过县府 城乡建设农业等局处 来通过规范 现场将要新建的是瓦斯存放厂 并不是分装厂 后续消防局也将协助社区与业者来达成共识 现场其实是要申请作为 液化石油器的容器储存 而不是作为一个液化石油器的分装厂 那如果后续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会愿意去 协助就是民众跟业者这边沟通 做一个桥梁 针对这次瓦斯存放厂的设置问题 雲林县消防局表示 业者都有符合并通过相关规范 未来消防局也将协助业者与社区来完成沟通 接下来云林县采访报道